福布中治教授是亚洲防盲基金会会长 也是世界领先的眼底和白内障外科医生 凭借这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他可在日本轻松地过一个安稳的生活 并享受良好的收入 然而他则选择了一条坎坷 却充满意义的道路 那就是为越南贫困患者带来光明 看到很多病人很久前就失去了一只眼睛 只有在另一只眼睛发生视网膜脱落 或无法看见时才去医院 这真让人心痛 有些病人需要手术但没有钱 又是因为缺乏手术材料和设备 许多人已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这让我不停地思考 最后决定用所有积蓄买房的钱 来到越南为那些人做手术 数十年来他参加了多个慈善活动 尽管继续直见耗见 但他依然坚持带着医疗器材 泛上月流 为越南贫困患者带来光明 我们夫妻俩非常感谢福布中治教授 为我们进行眼部手术 让我们重见光明 从一个规模小 设备不足 医生缺乏学习高技术机会的 深化眼科中心 如今已成为全国领先的眼科医院 这个成果 取决于腹部中治教授 所提供的先带设备 和先进技术的转移 福布中治教授 以为深化眼科医院提供巨大的支持 他向医院医生 传授了白内障手术技术 如病人必须去河内或胡志明市 才能获得的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现在 本院可为省内 甚至中部和西原地区的 大多数患者提供治疗服务 福布中治教授 不仅是深化眼科医生队伍的榜样 也是多年来 为盲人带来希望的无似奉献者 2002年 我原计划为期三个月的越南之行 已延长了22年之久 并且将持续下去 尽管失去了不少 但我已经为诸多患者带来了光明 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凭借为越南医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福布中治教授 以荣获越南国家主席收予的 友谊勋章 卫生部授予的 为人民健康纪念章 以及成天顺化省人民委员会收予 成天顺化省荣誉市民称号 请不吝点赞订阅